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会对高额的交通费深有感触 所以自行车在日本是很普遍的交通工具 在日本购买自行车要进行登记 自行车在路上也很容易被警察盘问 如果没有登记那么一定会被收到罚单 并且从2020年4月1日开始 东京都规定必须加入自行车保险 以便在自行车事故中对他人造成伤害时可以赔偿损失 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 欢迎点击屏幕上有用按钮支持微笑 在自行车事故中如果自行车成为造势者 造成受害人死亡或受伤 自行车人将承担损害赔偿准人家的法院 曾出现过需要巨额赔偿的判决 尤其是神户地方法院的判决 即2013年一名11岁的小学生在夜间 骑自行车回家时与一名正在路上行走的62岁 为妇女迎面相撞导致妇女迎额骨骨折等受伤而失去了意识 父母承担了近亿日元的赔偿责任 成为当时的一个大热话题 使得兵库县成为日本第一个要求买自行车保险的县 很可能也是受到此案产生的影响 还有2012年12月在神奈川一名20岁的女大学生骑了自行车 使用智能手机与一名正在走路的77岁的妇女相撞 导致对方死亡 在巨额赔偿后还要承担刑事责任坐了两年的牢 即使是自行车引发的事故 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与汽车或摩托车引发的事故相同 在事故中如果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将需要支付伤害的治疗费用 对方缺勤期间的工资补偿等没有购买自行车保险 并且发生事故并伤害了某人或某物 将不得不从自己的财产中支付赔偿 即使未成年子女发生意外 其监护人也有责任支付赔偿 除了赔偿金额高达数千万日元的案件外 即使赔偿金额达到数十万或者数百万日元 对造势者来说也是巨大的经济负担 另一方面如果造势者没有自行车保险受害者 就会有很大的控扰 即使提出索赔 如果家害人没有投保无法支付大额的赔偿 受害人也无法获得足够的赔偿 任何骑自行车的人都有可能是造势者 任何外出的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自行车保险政变的越来越强制性 以防止造势者和受害者出现的经济困难 虽然很多宣传都说强制要求购买自行车卖保险 但不一定非的是名为自行车保险的保险 只要有个涵盖事故损害赔偿的个人责任保险即可 因此火灾险、车险、意外险以及信用卡的附带险等 合同的涵盖都是没有问题的 以防万一需要支付的高额赔偿 选择个人责任保险最低金额为一亿元以上的保险 比较妥当 同时还带有和解协商服务的保险更安全 在被提出所长时保险公司可以代为协商 中间免去了很多亲自出面协商的道歉和环节 也是在意外发生时很大的安慰 强制购买自行车保险的目的是为了 减轻自行车事故中受害者和造势者的经济负担 使用自行车的人非常多从儿童到成人 但如果犯了错误 它就可能是一辆危险的车辆 为了确保整个家庭都为意外做好了准备 黄他说觉得 无论是在自行车保险市府强制的地区 都推荐购买自行车保险有备无患